我刚刚前面提到的是一个性别平等很重要的 不应该只有形式 我们刚刚前面从这个百分比上面来看 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长进 可是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 在它的核心成员里面 是不是对于国家的政策的决定的时候 女性的也是在核心决策的这个成员里面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社会上面的 我们不可会言 台湾传统以来 还是以男尊女卑 男主外女主内 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概念 城市城乡之间的差异 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当我们要讲性别平等的时候 这个政策必须要落实到 我们整个社会里面去 这样子才能够体现真正性别平等的一个真相 所以在未来如果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理念 推广到台湾的每一个角落 女性的它能够体会 女性的一个需求 它到底是在社会里面 有什么样的问题是需要解决 所以女性的这个坚韧的一个体质 还有女性的温柔婉约的这种的特质 如果能够在很强硬的政治环境里面 能够发酵的话 我觉得对于整个社会的和谐 理性 还有台湾未来的发展 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台湾是这个大陆法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律的规定 事实上是私承欧洲大陆 所以我们的法治的体系 其实是很雷同的 所以有很多的法律的规定 我们如果可以很快速的 从欧盟这边的大陆法系的国家 能够截取他们的经验 就可以很快的在我们国会立法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加速她的一个脚步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要提到的就是说 我在从政之前 我有很多的客户 其实都是欧洲的客户 在他们的企业体文化体制里面 其实女性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他们对于女性的尊重 不是只有单纯法律的规定而已 它是实际印证在 实际的这个企业体制之下 不要谈企业界 我觉得谈政治界来讲的话 梅克尔 在梅克尔当总理的过程当中 你看他处理了欧盟自己本身的问题 然后对中国大陆的问题 对美国的问题 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情况 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够 把他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对女性的尊重 然后对性别平等的概念 他的食物的经验 他碰到的障碍 如果我们把这些的经验 能够把它累积起来 然后在台湾 我们能够落实的话 那我觉得他对于我们台湾 性别平等的加速 他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协助 这个问题是非常短的 所以我都不会把这个项目标